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诵者 心音 生命是一种不断轮转的状态 这却又是一个迷失的状态 故 我们会谈静与染的问题 谈修行 你要净化你的生命及心 即是净化这些种子 各种名项讲的是同样的东西 从此可以产生见修与顿悟 什么叫净化种子 一种是 它还未起现前 我就净化 另一种是 当不好的种子起现形之后 它输出之后 我不再输入 我们内在的种子很多 即我们无限的生命当中 筑藏很多污染的种子 如果你要把每个种子逐个净化 则许三大阿僧奇节甚至还不够 即是慢慢清除这些种子 故神秀才讲 时时勤服事 勿时惹尘哀 这叫做净化的过程 但是对于六祖却非如此 一切法毕竟空击 种子当下亦是空击 而非种子不空击 种子变现的才是空击 只要因缘和合 必然起现形 否则 它不能起现形 一个开悟者 不会再让恶的种子不断起现形 这就事关顿悟与见修 知道的人知道 不懂的人就永远争辩 开悟者 好好做人 做事都是修 而且他日常生活 全部都是修行 一天修二十四小时 长江 黄河 印度恒河的水 是谁在推动 这么问就是一个陷阱 同理 我会讲话 会运作 里面一定有一个我 这个概念就是我值 你常常认为有一个我 有个我在推动 有身与心 及我的组合 开悟的人也是有这种组合 故重点不在于组合的问题 你有五蕴 开悟的人也有五蕴 你所谓我的意思 不是只有组合的意思 而是指你可以主宰你的东西 是我的 是我的 不要留着还是送人 我可以决定 但是你无法主宰你的内心世界 那么你的我是什么意思 你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五蕴 五蕴没问题 是你自己错误的知见产生的问题 故谷语误是你知见的问题 你觉得你能够主宰 但是这个概念是不能成立的 你对你的身和心 皆不能主宰 你也不能主宰你的东西 你愿意承认吗 我就是要用这个概念来破你 你还不能承认 故言下不悟 你的内在很矛盾 既然你承认 为什么做不到 这个我不是主宰的潜意识 逆根的人 马上就能够弃入 而一般人就要透过禅修 慢慢去觉察 开悟的人 不会忘了自己是谁 我们执着的概念 就是潜意识 执着着我们的生命体 这个生命体 就像流水在运作 姑且安个假名 毕竟空 但并非是一个实体 你要去观 你那个最深层次的 自我意识的状态 看它是常还是无常 很多人读佛经 对佛经产生一种误会 不生不灭 寂静涅谈 他以为这种状态是静态的 其实整个世界 宇宙 都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状态 你开悟的时候 生命也是动态的 禅宗讲 我可以做主 我却讲过 不可以做主 这是何意呢 无常本来就是无常 空本来就是空 我管你做不做主 所谓能做主 即不被影响 所谓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帘 而不是静止的状态 问候思维 你的身心是实有的吗 心平何老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